是的 诚如反贪会前首席专员苏克里所说 他只会在位一年的事 在反贪会内部并不是什么秘密众所皆知 不过他也提到有史之中 现任首席专员拉蒂花这个名字 都不曾出现在他的替代人选名单里 但事态发展至今迷已成吹 苏克里也就不必先支持拉蒂花掌舵反贪会 苏克里召开记者会为自己卸任一事证明 但面对媒体难免会被追问到接班人一事 苏克里坦言当初曾向首相建议 两名熟悉反贪会运作的资深官员接棒 敦马当时的反应是不置可否的 而他本人也是直到6月4号 觐见元首和政府首席秘书后 才知道接班人是拉蒂花 苏克里认为 如今迷已成吹 与其花时间议论拉蒂花的任命 或首相的决定 他反倒认为 应该支持拉蒂花领导反贪会 同时也赠了这名反贪之花 几句建言 做得正确论拉蒂花领导反贪会 不要惹怀疑拉蒂花领导反贪会 但不要抬起来 拉蒂花领导反贪会 必须有其他人 然后再加上 她会成为一位好领导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